好,这是又一例脑梗的病例 男 男48岁 2011年9月23号 下午 2011年9月23号 16点56分 CT 两侧基地结 可疑枪械灶 建议核子共振检查 这是 16点56分 这是对吧 16点2011年 23号 September 9月23号 2011年16点46分 9月23号16点46分 就是这个 很干净 没啥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下午三点 在单位里呕吐 头痛 坐出租车回家 路过这家医院 就索性 去挂一个门诊 去看一下 然后又是查CT 对吧 然后医生说查CT 查CT 这个放射科还是挺老练的 建议做核四共振 实际上这个没什么 因为这个不具有特意性 然后这个就是CT的这个片子 16点46分 对吧 16点46分 然后说 就这样 我就不看了 我最烦的看这个 这个东西 基本上 我是没本事看这个东西 对吧 这个略微看得出 这个门诊是 2011年9月23号 对吧 16点23分 对吧 后面这个内容 我 我觉得我多看这个 我就 我觉得不是我 就是 所有人看这个东西 多看 这个寿命要缩短的 看这个东西 非常折磨人的 这是 当天呢 9月13号16点的 然后说 就是说是 没事 你回家吧 那么他就回家了 实际上是头痛 噢 都还存在了 然后 你看 这个是 16点 23分 对吧 然后 他家就在这个 一员附近 到了家呢 绝对不对 再过来 17点55分 再过来 对吧 17点55分 再过来 再过来呢 看得出什么东西吧 什么什么 介络科 介络科治疗 建议周外 要到下周外去 让他建议到下周外 这个 9月23号是几号 9月23号是 2011年9月23号 是星期五 那他到星期五 让他到下周外 再去看这个介络科 那么他就又回去了 回去了 然后到半夜里 就凌晨 次日凌晨 实际上 医生已经乱了 次日凌晨 因为这凌晨是家属跟我讲的 应该是没错的 就是过了半月 他还在写 第三次门诊 就是急诊了 他还在写9月23号 因为为什么呢 这是一家三级医院 三级医院的这个急诊呢 急诊科里面 每天晚上都是有分装科的 就是说 神经内科医生 急诊科里像 急诊科里面的配备 每天晚上急诊科 往夜职班里面 不仅有普通的医生 还有装科医生 就是神经内科 实际上第二次看 就是神经内科医生看的 急诊科里面的 神经内科医生看的 因为 17点55分 就是下午5点55分 门诊都已经下班了 你要看神经内科 肯定是这个神经内科 肯定是在急诊科里的 17点55分 对吧 所以呢 他 为了掩盖自己的责任 最终 实际上是 你看 明显的 他来 再一次昏厥 再返回医院 再做CT 也是大开的 CT什么时候啊 4点04分 9月24号的4点04分 他把自己的这个内容 把自己的时间改成了9月 仍然是9月23号 实际上来已经是 9月24号凌晨了 就是12点或者1点钟 到达医院 他改成了9点 9月20 仍然写成9月23号 实际上是9月24号 以什么为证啊 就是你 他开了以后 他CT又开了CT 单子4点04分的CT 对吧 已经是实际上是 要接近天恋的时候 这个时候出现了 就这一块 出现了 然后 知道是脑梗了 然后开始治疗了 对吧 都写成实验 而且他 这一连串的最后乱了套了 一连串的记录写成 就是说 他写的东西啊 就是说 糖尿病啊 心衰啊 什么 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这个病人不适合溶衰 就暂不考虑 就是实际上 他应该是溶衰了 但实际上 他知道后来 因为时间脱了 就来不及了 就是什么 手毛脚乱 就是说 明明是9月24号早晨了 但是他写成9月23号 同时写了 不是 这个病人不适合溶衰 那么他就万事大起来 就没有责任了 就那么回事 所以你看 两 一个是 16点16分的 很干净吧 对 CT就是这样的 超级性期啊 他要过一段时间 等花花菜凉了 他才体现出来 等这个体现出来了 抢救已经 因为什么呢 他脑梗实际上是 发生于什么 下午的3点 就是15点 就是15点 大发作 实际上已经发作了 呕吐啊 什么都已经发作了 然后他第二次到医院 实际上已经是非常厉害 就差昏厥了 实际上真正的高峰啊 就是 就是这个时间 17点55分 就18点 18点 到了这个CT做完之后 出来 凌晨4点 18点到4点 对吧 18点到24点 就6个小时 6个小时 然后再加凌晨4点 就是10个小时 对吧 不是10个小时 也有8个9个小时 实际上就到了 这个确诊的CT显示出来 24 9月24号凌晨4点 已经过了 脑杠发生 脑杠发作的 6个小时的黄金窗口了 而这一点 作为神经内科的专业医生 他是懂的 所以他把专业知识用在 维护自己的利益 保护自己 而不是用在为患者服务 及时诊断上 所以他知道了 这个时候已经晚了 所以呢 所以实际上 他心里应该突然意识到了 就是 他是误诊的 就17 就是 就是17点55分来 晚上 患者到了家里 再返回来那次 就应该留置在医院里面 不应该让患者回家了 他知道有责任了 所以呢 他凭着这个专业知识 知道有责任了 然后就改 就改成这一段 把这个9月24号 改成了9月23号 可最后就病人就 就就 没过几天 大概过了三五天就死完了 而我呢 这是星期六的事情 星期六下午到星期五下午 因为他也上班了嘛 上班就是周五嘛 周五的下午到星期六凌晨的事情 我什么时候知道的呢 我是星期一晚上知道 然后我 我第一时间知道 我就赶快赶过去 就植物人状态 那我知道大事 装了其他用什么药啊 管子啊 这个抢救啊 这个都装样子 医生肚子里知道 实际上是装装样子 没啥意思 然后过两三天就死亡了 这件事的核心 同上一个视频还是一样的 就是急诊科的医生 不知道 你要看脑血管紧急事件 要看这个梗血管梗色性的 紧急事件 你要用核子共证 而放射科再一点 在这一点上是老道的 放射科已经尽到了责任了 建议核子共证 建议核子共证检查 你转到医生那里 你临床科室的医生 没有跟着这个思路 没有跟上去 对吧 没有领会放射科的意思 同时 后面两次 17点55分到 17点55分的那次接诊 和凌晨开4.04分CT的 那个医生是同一个神 是同一个神经内科医生 而神经内科医生 居然不知道脑梗超级 超级进去的确诊 你要用核子共证 而不是CT 这是不应该的 你不是普通的 基层科医生 你是基层科里面的 神经 内科 装科医生 这一点 是不可原谅的 你应该有核子共证 你应该知道有核子共证 而如果有核子共证的话 这一个灶 就不用等到4.04分显现出来 而会在 更早的 你17点55分那里 就能显现 而17点55分距离 下午的15点 脑梗开始发作 只有三四两三个小时 这个时候完全可以进行融栓 再通 不仅是让中风没有后遗症 更不会发生死亡的事情 对吧 这件事是明显的 是失职的 这是第二类 错误使用CT来诊断 超级心心脑梗 而误诊的第二类病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